新劇《把關者們》 這日舉行拜神儀式 一眾演員包括 王志文、袁偉豪、陳家樂、 王敏逸、陳志堯、丁子朗 劉沛月、凱俊傑、葉士文等都有出席 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節目及製作副總經理杜茲克先生 更預祝新劇有好的收視和成績 YoYo和詩君在劇中飾演情侶 夠驚喜 他們還即場演繹一場 心情邋後的戲份相當搞笑 而他們就說 拍攝這場戲也有很多難忘事 你是不是長期 我都未跟到你的情緒 好像很新奇 好像看一些奇蹟 我想觀眾也是帶著這個心態 去看這一段感情線 所以這樣便是成功 是的 我老婆也是這種心態 好像探險 但浪漫的畫面 你們說真的辛苦了 有時 你知道戲劇的東西 浪漫的背後其實有很多辛酸 我還記得那天 因為我們拍攝了 那天他真的 因為有些雪機 雪機其實都是翻眼泡 有時你調校大小 雪飄下來 噴出來 可能之前調校太大 但一走過去就噴 直接噴了 他的眼睛紅了 紅了 你翻舶後就入了眼睛 是 那好像很感動 所以 是否真的很淒美 但整個 畫面是很漂亮的 海仔這次就做反派角色 對他來說都挺大挑戰的 海哥 但是領著 好像你現在雖然戴著口罩 我知道你為了這個角色 要忍痛不可以看掃 是呀 可以給大家看一秒鐘 哇 是呀 這個 留了這個掃 就在造型上 就會更加鮮明一點 是 一看就知道是大壞蛋 是 我有幾個得力的手下 就是子豐 阿東 還有紫浩 那是誰最得力的 就是 每個人都這麼得力 他們各有各的功能 是 打得又用腦 那先講一下 你就是負責打得 是嗎 沒錯 如果是文武的話 我就是武那邊 我就負責出去打打殺殺 是 那是擲招 想招的就是交給他們 他們領工的 我整天吃醋 馬冠東和葉市民 亦有一條感情線 他們還預告 有不少藏氣 是有一條感情線 不過他很有趣 他除了讀書時期會說話之外 大過了就不再說話了 是嗎 是的 那我就因為他 所以就幫海哥做事 做個好人 但是一個壞蛋來的 這次主要跟他都是床上戲 是的 就是 是睡在醫院 甚麼都不用說 睡在醫院 那就昏迷的 所以就很多內心戲 是展示不了出來的那種 演海關學員的演員 不僅在體能上要操到最健康 其實連生理作色都要改變 丁子朗就說自己現在連放假 都變得很早醒 我們這套劇很多時候都是拍凌晨 四、五時就開始準備 每一早都很早的時候 就變成我們的精神狀態 就算現在放假 我們早上七時自己醒 我們真的投入了一個海關人員的生活習慣 我們是方法演技進去的 是的 這麼厲害 阿姐呢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因為每個人都要穿著這些制服 其實在這些冬的天氣 他們可以捱冬 在訓練的時候捱冬 我覺得真的很佩服 我們真的會經歷到這種不同的經驗 我記得有一天市區只有五、六度 我們在海關學員想一、兩度 然後我們就要脫下這件衣服 我們要拍攝 然後我們全部衝去拿一件外套 其實這些經驗很有趣 是的 但是最辛苦的部分拍了沒有 最辛苦的部分 體能上的部分都還好 但是我下星期有一個行動 就是要去水裡拍 最後整天浸在水裡 好像很冷 是的,冷 這次還有在海關學院取經的部分 不過羅天宇就沒有份了 搞到他都說很羨慕阿MUN 我比較高級一點 哦,明白 我就沒有機會跟他們拍學堂戲 都很想感受他們那種青春 你不是那個Generation 過了 你這個年輕的Generation 有多好玩呢? 拍攝過程 好玩的 其實我們在學院有很多戲都還沒拍 但是那些要一起去報粗、訓練 然後有些是比賽 即是督察班和關員班的比賽 那些都頗有火花的 是的 即是初初就覺得他們很入 誰知道最多入的那個 就是自己的隊伍 那…都有火花的 哈哈哈哈 阿奧奧奧是另外一隊的代表 其中一員 沒有什麼代表 因為他們是督察班 我們是關員班 所以我們都經常都會在同一個地方拍攝 是的